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肖慧文 明天就是加州出选 为了争取更好的权益 请广大的华裔选民积极投票 6月5号也就是明天 洛杉矶公职选举即将登场 一共有21位华裔和华人女婿加入选战 这次选战涵盖了联邦 加州 高等法院 县 市 社区学院等百余个职位 江俊辉更是作为首次亚裔竞选人 决助州长的席位 民众可以透过州务亲办公室网站上 查找最近的投票站 还可以提前阅读选民资讯指南 了解候选人以及候选提案的详情 输入自己登记选民时的注册地址 就可以查找到离自己最近的投票站点 通讯投票的民众就是提前已经填好选票 可以在6月5号晚上8点以前 将选票交到任何一个投票站 透过传真方式递交的选票 截至时间也是在6月5号8点之前 使用美国邮政或者是其他快递公司投机的邮寄选票 必须在6月5号选举日之后的三天内抵达选无处 邮寄选票的信封上的邮戳 必须在6月5号或者是之前的日期改印 其实亚裔选民在选举的时候 普遍参与度不高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这些华裔候选人在政治主张和策略上 都能为您和社区争取到更好的权益 所以一定要珍惜您的投票权益 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中天频道 整理报道